启动快打部队 并运用优势警力将相关涉案人员待案侦办 以防止危害持续过大 本分局在此呼吁 对于任何暴力聚众之事的案件 我们绝不容忍 也绝不姑息 任何强害民众生命财产的威胁 本分局一定会严正执法 强力打击 以维护社会的治安 另外副分局长跟你请教一下 有关于双方他们是怎样 就变成说才会造成这次的斗殴事件 双方因为日前在KTV有发生纠纷 才会在昨天晚上相约谈判来纠纵斗殴 那双方好像听说是在医院狭路相逢是不是 不是狭路相逢 因为双方都有受伤的情况 各自有分送博爱跟圣母医院 才会在医院附近又相遇 那所以说是开车的是因为紧张吗 开车它是要报复 所以才会紧张 加上它技术不是很好 才会造成车辆的失控 那驾驶它本身有喝酒 还是说它本身有驾照 驾驶它没有照 没有那个驾照 本身昨天了解是没有喝酒的情况 然后最后你们是总共带回多少人 带回来侦犯 我们总共除了受伤的人以外 我们总共带回十几个 双方加起来 对 对 谢谢观看